好 那另外來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是根據路透社的報導了 來看到是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最新表示了 他說目前從東北進攻基輔的俄羅斯軍隊進展 雖然看起來是停滯的 但是英國軍方的情報也提醒了 他說目前大部分的俄軍距離基輔市中心只剩下25公里了 目前看起來俄軍距離基輔市中心25公里其實不遠 所以他們認為俄軍要進逼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因為俄軍要進逼了才讓烏克蘭緊急宣布宵禁呢 目前烏克蘭方面沒有對外說明他們只有叫民眾趕快去避難 目前為止隨著俄烏戰士持續的拉長 軍備越來越不夠了 不過看到這個新聞的消息我之前是在想到 奇怪不是說各國都一直送給烏克蘭武器嗎 但是據說現在烏克蘭的武器有一點不夠 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開始蒐集這個俄軍遺留下來的武器 而且還在基輔裡面設了一個秘密的軍事回收場 專門回收來重置俄羅斯的武器 包含了一些他們攔截下來的飛彈 導彈之類的 或者是俄軍遺留下來這些武器槍支之類再製之後 然後呢利用這些武器再發射反攻這個俄軍提供給你 放久了好像你就不知道擔心它的效果會遞減 那有了這台機器之後呢就不用擔心 它只要把這個倒進去三分鐘 三分鐘就會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四公升很夠用了啦 真的 那這一組呢大家掃這個QR Code 進去就可以看得到已經開始上架了 好